你好 这里是张宁视野 日本终于重新武装起来 目前日本为了防止中国的侵略威胁 并且装备能够打击中国全境的导弹 日本宣布了二战以来最大的军备扩充 通过了高达3200亿美元的扩军计划 要知道这个数目呢 等于比平时增加了整整一倍 也就是翻了一个个 看来日本是做好了长期的打算 要准备与中国干上一仗 日本首相认为俄罗斯开创先例 会鼓励中国武统台湾 进而威胁附近的日本岛屿 扰乱日本的半导体供应 并且可能扼杀中东石油的海上通道 这主要是指中国在台湾海峡 尤其是在南海的军备扩充 比如说中共在南海霸占了很多无人岛屿 这些无人岛屿实际上以前跟中国从来没有关系 因为无人居住 后来最早是日军在那个地方 为了二战的需要修建了一些临时的港口机场 结果中共居然把那些地方都给接收了 实际上是个烧钱的玩意 没有什么意义 日本在二战以后的和平宪法规定 它没有正式的军队 而且它的自卫队限制在自卫能力范围里 但是很明显日军现在突破了这个禁忌 岸田文雄政府认为 中国构成的战略挑战 是日本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 在日本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 在过去的日本政府不可想象的是 现在日本的迅速武装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支持 选民的支持率甚至高达70% 也就是说日本民众对于中共的胡作非为已经看不下去了 他们认为应该把中共狠狠地揍一顿才能解决问题 这个情况跟当年甲午战争的情况类似 那时候因为大清帝国非常嚣张 激起了日本人的愤怒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有一次大清国的海军就是北洋战队去访问日本 上了岸 他们当然都是按照中国的传统军队一上岸 就去嫖妓 就去嫖娼 大规模地冲到日本的黄色一条街里面去 结果他们嫖了唱还不给钱 然后并且跟那些日本女人打起来了 后来日本警察前来拘捕他们 他们又跟警察打起来了 结果警察最终出动了很多 才抓了五个其他大部分的北洋舰队的那些威武之师的官兵们 都逃回了军舰 这种事情发生了你双方谈判惩罚那些士兵 喝醉酒了酗酒了嫖妓的士兵不就完了吗 他们不给钱 没想到这个当时大清国的这个海军 也就是北洋舰队立即升火 把炮口指向了这个日本人 而且呢威胁日本 立即释放 而且道歉赔偿 否则的话呢 将立即开火摧毁日本的这个港口城市 结果把日本人吓晕了 日本人吓得赶紧乖乖地把这个 那些抓捕的北洋舰队这个官兵呢 给释放回去 然后呢又赶紧送礼 因为他们没想到中国军队如此野蛮 所以说呢 但是这件事情呢 大大的刺激了日本人 让日本人觉得呢 即便是少吃一所食 也要武装一支舰队 武装一支军队 否则的话呢 将来会被大秦帝国给欺负死了 现在的情况呢 也有点类似 岸田文雄的这个计划呢 使得日本将来的这个军事开支呢 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 而在整个政府的开支范围内 要占到10%左右 这使得日本一跃成为全球的第三大军费支出国 很明显 日军的这次扩中呢 不是针对俄罗斯的 因为俄罗斯呢 目前呢 已经被这个乌克兰拖垮 而且最终呢 会被周围的国家打垮 所以用不着 用不着日本人出手了 所以日本的这个 目前的唯一的矛头所向就是中共 而中共呢 很不幸 它的经济正在迅速衰退 全方位的衰退 而且今天有消息说呢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 宣布呢 它的这个经济政策 做了一些180度的调整 我们都知道 过去这几年来 中共一直在打压房地产 打压网络经济 打压这个教育 就是网络教育 或者说呢 这个民办教育 但是现在呢 它居然在这三个领域里 全面逆转了 就是180度大转弯 所以有人就议论了说 哎呀 这个马云 活活气苦嘛 要哭死在这个厕所了 因为他本来好不容易 搞得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蚂蚁 这个金融 也被 因此让这个习近平 给他搞垮了 还有余敏洪一类的 这个社会 那个办教育 也被共产党给整垮了 所以他们纷纷说呢 余敏洪恐怕会哭晕在厕所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 已经垮掉了 现在要从今回头 困难重重 另外呢 一个重要的消息呢 就是北京太平间爆满 今天这个来自 很多的消息表明呢 北京老人去世呢 是成群结队 而且呢 太平间呢 是人满为患 不管是这个 就是那个殡仪馆的太平间 还是医院的太平间 大小医院的太平间 那个尸体呢 全都堆得满满的 甚至走道上都摆满了尸体 他们说呢 触目惊心 现在呢 你想给家里老人 找一个停放尸体的位置 那要偷偷的贿赂 可能是需要花几万块钱 才能给你抬进去 现在呢 北京的这些人 都感到非常吃惊 这到底死了多少人 谁也不知道 因为中共现在 不公布死亡数据 现在人死了以后呢 要想给他烧 烧掉呢 更加困难 就是说你没有熟人 没有钱 你根本就不想 甚至有可能 要等到尸体完全发臭 都没人管 此外呢 华人呢 还在全世界 疯狂的抢购药品 泰诺呀 R4P0呀 什么的 反正呢 只要是能治疗感冒的药 华人都分享 网友也在纷纷提醒 说可以抢购 但是呢 服用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中层药里面呢 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有害的 只有含有其中的 这个 实际上只有其中的 锡药成分有效 但是那个锡药成分 往往就是 只有一种 就是对锡 什么 就是一种那个感冒药 所以呢 不要在这个 这个 就是说喝虫了 不要 另外呢 北京还传出最新的消息呢 就表明了 就是那个什么 莲花清瘟呢 是对肝脏是有害的 现在北京市 呃 卫生局 已经要求北京人 不要再这个吃 呃 这个莲花清瘟 呃 莲花清瘟呢 前一段时间 被北京市民疯狂的 这个抢购回家 呃 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印度 征兵打网 要再战 中共军队 在中国与印度的 边境地区呢 呃 我看到了 一些视频显示呢 印度军队正在向这个 大望征兵 呃 雄壮的新军口号震动山谷 而且呢 就看视频里 起码有几千人 走在奇区的山路上 很明显 印度准备跟中共军大打出手 趁土逼争 呃 网友很关心 纷纷问中共迭背之军 能否一战 当然中共军队这几天也在增援 因为中印两军在边境争端上的谈判 自从上次打架以后呢 虽然几乎每天都在谈判 但是呢 没有任何结果 呃 事实上呢 中印双方的这个 呃 围绕着边境冲突的谈判 已经进行了61年都没有什么结果 所以目前双方呢 只能不停的征兵 都想能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不过想想那些士兵都够可怜的 呃 当地的这个印度兵还好 因为印度人呢 都是呃 用当地的高山兵 就是说他们适应当地的气候 觉得像玩一样 但是这对于这个解放军来说就不同了 解放军他又不敢用 障人 把障人投降逃跑 呃 所以呢 他都是从内地啊 从呃 甚至从南方抽掉一些士兵 这些士兵从小就没有 接受 经历过这样的寒冷 呃 过去中共的图片也显示 很多中共的军人 耳朵都冻坏了 脸也冻坏了 呃 鼻子也冻坏了 呃 但是中共不管 因为中共给军队配备的这个防暖用品 都是很有限的 呃 从上次那个印度军队 跟中国打架就能看出来 印度军队穿得很暖和 而且呢 那个身体很舒转 打的就是 呃 声声 呃 呼呼又生气 而中国军队呢 呃 就像一群羊一样 挤成一堆 就只有挨打的料 而且呢 在这个 尤其是在这个达旺一带 那个地方海拔大概都有四千米左右 呃 没有道路 那个全部都是巨大的鹅卵石 所以在那个地方 常年累月的对峙 打斗 真的很愚蠢 呃 中印边境呢 也是世界上对峙最严重的冲突 最严重的 正常情况下 双方都有数十万军队在那里沿线对峙 还不如 还不如干脆去痛打一仗就完事了 呃 另外呢 就是 呃 网络上有人在揭露无耻之由的中国人寿 据这个新浪财经报道 呃 中国人寿呢 在几年前曾经开辟了这个新冠保险业务 结果呢 有网友呢 呃 因为受到中共的宣传担心这个羊了 可能会死掉 所以呢 就去买了这个保险 呃 现在最近呢 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呃 他就找到中国人寿去理赔 没想到中国人寿呢 拒绝赔偿 而且呢 理由呢 冠冕堂皇 说奥米克戎不是新冠 呃 这真是体现了这个 中国人寿的智慧啊 网友纷纷惊叹 说这个中国人 中国政府真的会做生意 因为中国人寿 他的背后老板是财政部 他是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 呃 以前呢 我听朋友说过 中国的保险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呃 你一旦买了中共保险 你就注定了要倒霉 呃 因为呢 你买保险的时候呢 呃 他们很慷慨 但是很慷慨地接受你 但是呢 等到赔偿的时候呢 总是能找出各种借口来拒绝赔偿 可以这么说 中国的保险公司是地球上最无赖的保险公司 反正我奉劝大家呢 最好不要买中国保险 你买任何保险都更加靠谱 呃 因为中国保险呢 呃 他居然能说 这个奥米克戎不是新冠 而且呢 振振有词 说 这真是让人无语 呃 所以呢 就是说千计万计 呃 要尽量地摆脱中国公司 更不能买保险公司 因为你买了保险公司 常常是一辈子的事情 常常是几十年的事情 你把大量的钱填进去 到最后 很有可能是 一无所获